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信号 也是肾病早期出现的一些反应 来看这张图片啊 这是一个血压仪 显然呢这个信号是和高血压有关系 多先生您回想一下 发病的过程当中您的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在没看病之前 没看9.1之前 没量过血压 嗯 因为没看过病没吃过药 更问题量血压了 到医院之后人家给量了 但是我不知道多少 但是说你血压高 我说我从来不血压高啊 嗯 您没量过呀 没量过啊 嗯 没有仪器是吧 哎呦 最后信了 哈哈 医生的话得信啊 医生不能骗您 对对对 王先生您那当时的血压情况好吗 我记得好像是11年吧 做了一个治疗手术 嗯 然后当时大夫说你的血压有点高 好像9.160 有时候还会到180 嗯 然后说你最好到医院去看看 然后我就到医院去 我找大夫开点降压药 然后说你的降压药 也不能随便开 你得查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那次检查 嗯 发现 那在那一次之前有测过自己的血压吗 没有 不怕就会有血压高 而且也没有血压剂 没有这概念 就是在整个的发病过程当中 其实像水肿啊 泡沫尿啊 贫血啊 甚至是血压高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都被我们完全忽略掉了 根本就看不见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发现 没错 嗯 那其实我知道 如果要是血压高的话 也会带来肾脏的损伤 那肾不好呢 也有可能会引起来 血压不稳定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两者之间 应该是相互影响的是吗 关系很密切 嗯 所以在我们肾内科呢 来看病的病人 必然量血压 先让护士量完血压 再到真实来 所以高血压也是肾病发生了一个早期的信号 对 我们肾病高血压 很常见 我们国家做过一个调查 肾功能分期 一期呢 肾功能正常的 二期往后肾功能逐渐减退 嗯 我们分五期 一二三四五期 随着肾功能的坏转 它的高血压患病率 从44% 一期百分之四一四 二期百分之六十五 三A期百分之七十五 三B期百分之八十一 四期百分之八十六 到五期 对尿多症期百分之九十一 越来越多 对 换句话说 随着肾功能恶化 它高血压的患病率是增加的 嗯 到最后一期 到五期的时候 尿多症期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有高血压 哦 这是第一个数据 嗯 第二个数据呢 针对肾炎而言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肾炎 都有高血压 非常常见 所以到我们来看病 我们第一件事就量血压 嗯 看血压 嗯 然后再问其他 那为什么当我们出现肾病的时候 血压就会出现不稳定的变化了呢 肾病患者出现高血压 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有肾脏病 肾脏结构 说发生了破坏 它可能会分泌肾素增加 这次数据是生血压的 在激活其他的生压抑物质 血管减加素 全部从 引起高血压 这是第一个机制 嗯 第二个机制 就是肾脏病病人 它排水 出现了大碍 体内有水纳 猪瘤 体内水分多 出现水肿 引起高血压 嗯 第三个机制 一些感染引起毒素 还有一些 其他的药物 还有一些肿瘤分泌的一些物质 对血管内皮的损伤 引起血管壁增后 引起高血压 原来这么多的原因 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肾 出现了问题 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变化 是的 那如果要是这个肾所带来的高血压 它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吗 肾脏的高血压的特点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儿童及青少年多见 年轻人多见 原发高血压 常常是40岁以上的多见 这个儿童青少年多见 嗯 第二个特点呢 肾脏高血压 它常常是先有肾病 先有蛋白尿 它血压正常 若干年以后血压高 蛋白尿在前 高血压在后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肾脏高血压往往比较难控制 常常只需要吃两种加热药 或两种以上 一个加热药效果差 第四个特点 肾脏高血压 我们正常的血压呢 是白天高夜里低 嗯 夜里的血压要比白天低 10%到15% 我们叫少型的高血压 肾病的高血压 它的特点呢 叫非少型的 就是晚上的血 夜里血压跟白天差不多 夜里血压比白天下降不到10% 嗯 所以少型的 嗯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有肾脏病的病人 我们现在强调 你吃加热药 除了白天吃 还要注意晚上的血压 高血压 甚至于晚上睡觉前 还吃加热药 嗯 四个特点 年轻人多 蛋白尿在前 高血压在后 血压比较 相对比较难控制 需要吃两种以上的加热药 第四个特点 晚上血压高 嗯 最少型的高血压 嗯 所以这些都在提示着 有可能和肾病的发生 有着直接的关系 是